我有一个想法 我认为广池开发案要变化一下 把公园跟政府区交换 因为现在这个很多的人 对这个政府区里面这个道路的问题 那造权的问题很多很多的意见 停车会的问题也提出很多意见 如果要是把他交换一下 下一大欢喜 政府区跟商业区连在一起 没有人讲话 市政府没有鼓励他人 不会有人讲话 也不会有人讲 用金利多少的问题呢 也不会影响到我的交通 这个安全的问题了 因为只要一改 捷运配合 大家都向西边走 向东西走 不会向公园的方向就走了 所以第一个建议 办到办不到 各位看一看 因为我们这个案如果要不成熟的话 这样的拖下去啊 二十年一家就变得问题 大家意见的态度 第二个 就是商业区要赶快开发 配合结兵 三五年之内 我们一定要把负负责街 这一条路上的商业区把它建起来 刚才负责公司的历史写出来呢 跟市政府在输送当中 我们不懂得 我们不懂得 谁胜谁败 但是市政府要拿出片里来 这是我的土地 我现在要配合结兵 繁荣地方 就把它建起来 打官司的事情 那个行政诉讼 脱倒吧 我们老不幸支持政府开发 尤其我们中国里的 希望大道路 这个负责街 这个商业区 赶快来开发 至于有少数人 说是我家那房子震动了 这个是避免不了的 我家就住在门口 住在这个开发区大门口的对着我 可是我从来没有因为震动 我就埋免过政府 再有 就是我们政府区 一定要多给亲戚们盖房子 这个政府区 现在的年轻人没有房子住 我们记得你一直 我当初买房子几十万买的 我们现在有的住呢 没有想到 那些年轻人没有房子住吗 不要自私自利 发展人家盖房子 盖房子一多 请新年人解决的问题一多 替我们后来的子生 照顾更多 报告我们 好 谢谢 我们想请编号第四 办号在红米中 编号第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